真实快乐家全新系列 为您播出丰盛的乐龄生活 丰盛姐,你好 丰盛姐,我们就是年长了 做了应该是乐龄人士了 进入快乐的年龄 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做一个 有智慧的、睿智的年长者呢? 是,就比如说岁数大了 并不是什么了不起 尽量不要医老卖老 不要有太多的应该套在别人头上 就比如说我是年长者 你们应该浪位给我 你们应该怎么样怎样对我 因为你越多这种应该 你自己就有越多的挫败 因为抱对的希望越大 失望也越大 是,还有我们要承认 包括我自己也要很小心 我们很容易回忆从前 然后跟人家交谈中 我们常常会想当年 能够夸自己当年了不起 人家最多是默默的听 最糟糕就是讲到那个当年 哇,多苦啊 多糟糕啦 多苦命啊 要知道不是人人都爱听的 今天的时代呢 要跟很多年长者说 不是义苦思甜的年代了 没有人愿意享受你的光荣历史 和坎坷的经历了 对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老人家要找谁来倾诉呢 怎么想当年 所以我们下几集就会讲到 我们应该如何来过自己的生活 好的 然后我们也看到 可能年长之后退休之后 闲控的时间太多了 就会变成 有意无意喜欢管别人的闲事 对不对 那比如说我们孙辈的交易啦 他们的 这个生活方式啊 是由我们的儿女去管的 不是我们的责任 那最近听到一个老人家跟我说 发现她的女儿和女婿 几天不跟她说话了 那我就问她为什么呢 她说 哎呀 我的这个书呢 哎呀 吃东西 没有礼拜 这个喝汤啊 喝到酥酥叫 OK 那么 那么 我拿这个 调根汤汁都 拼拼拼拼拼的 发出很多声音 所以我就觉得说 以前我有教我女儿啊 我女儿也做得很好 那为什么她不教我的书呢 不教她的孩子呢 所以我一时纳闷起来 我就跟我的孙子说 哎呀 为什么你这样 没有人教你啊 没家教啊 哇 就发现 女儿女性脸都沉下来了 我就说 哦 难怪几天不跟你说话了 OK 所以呢 有的时候要记得 很多东西 我们叮咛两句 那么 就是 看在眼里 藏在心里 不要跌跌不修 大事上你表个态嘛 听不听就不要太记 那如果儿女有 争取我们的意见 其实是尊重我们 不要趁机 都讲大道理 对不对 是的 那么 年轻人现在都有 很多的事情需要忙碌 包括如果有孩子的话 他们真的是 有时候真的很难 抽出时间去探望 年老的父母 在这种情况之下 年长的父母 年老了 应该要怎么样的来面对这种情况呢 是 问得好 有时候 年长者退休 甚至于退休很多年了 忘记了你曾经年轻 你很年轻的时候 请问你怎么去对待你自己的父母呢 很多时候就是有想到就去探望他们 或者是他们需要帮忙的时候去帮忙他们 那或者是有规定好啊 比如说有些夫妻规定说星期六去公公婆婆家 星期天去爷爷奶奶家 除此之外呢 我们就不要随便来打扰他们 好像觉得 为什么他们把我们忘记了 或者是孙儿们呢 太久没来了 可以主动打个电话嘛 那如果孩子没时间回应 不要交劲 太多的抱怨是两败俱伤的 跟儿女讲好探望的日子会更加大 那我记得以前 我打电话给我的儿子 他就说 妈妈我先在门 我待会打给你 他的待会是几天都没有回应 那你何必懊恼呢 你要想到说 他可能是真的很忙忘记 那我们再主动的再打回去 不是好吗 朋友就是有一些事情 不要一直试图想要去改变别人啊 是 一直以为说 你是我的孩子 我看着你长大 你怎么讲多年 你还是那个坏习惯啊 要知道每个人有自己的习惯和活法 其实没有什么 其实没有绝对的错对对吗 其实我们要知道 你改不了别人 你试试改变一下自己嘛 那有没有发现到 自己也很难改变呢 我最近在试图说里面就是看到一个妻子 抱怨她的丈夫很多的错点 那辅导员就跟她说 你丈夫的错点真的是好多 百分之九十五 那么你本身有没有错的地方 她说有啦 比如说我不能够原谅她 我不想要跟她住在一起 那辅导员就问她说 那你的错点就是不能原谅一点而已 你丈夫百分之九十五 你百分之五 请问你能改变你那个五吗 她整个人就心觉了 是自己那个小小的都不能改变 那怎样来改变别人呢 所以呢 看一看自己一直要求改变别人是哪一点 不如和平的共处 当然处之总比指手画脚来得好 对不对 是的 另外就是还有一些年长人士 对于一些小事情都会放大来看 或者是厨师待人显得有点小气 都要斤斤计较的 这些方面要怎么样的去改善呢 首先要认识到自己年纪大的时候 尤其是更年轻之后 我们自己本身的性格也会改变的 年轻时候可能也工作忙很多东西都不放不看在眼里也不放在心里 可是退休以后会发现呢 带人处就有点斤斤计较啦 就比如说帮儿女做一些事啦 然后就一直挂在嘴里喔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要享受和谐快乐的生活呢 本身也要知道我们也要大方一点 不要说我年长了 我退休啦 我没有赚钱 我没有收入啊 所以每一次都是要儿女啦 甚至于朋友来出钱 那么凤之姐 有一些年长人士就是很喜欢囤积杂物啊 都不舍得扔掉 好像要留着做纪念结果越存越多 家里就是好像堆积了很多东西 这种情况您有些什么建议呢 有时候堆积很多的家里的杂物 其实就是一个老态的一种的象征 追究起来很多时候呢 就是一种的怕输心理 怕扫了什么东西 也是一种不安全感的心态 缺乏安全感 缺乏安全感 对 那所以呢 要知道啊 整洁干净 一方面我们也减少了 那个花很多体力啊精力来打扫 那告诉自己说不要再买太多的东西 年长者最喜欢贪便宜哦 哇 买三件送一件哦 或者是买一送一 买大东西送小东西 结果就堆积了很多没有药的东西哦 所以不要贪便宜 要知道 我们的家庭的形象哦 也是我们儿女的这个脸面对不对 那你少买东西你就不会有太多的收拾对吗 所以呢不要像存钱这样存很多破烂 见到什么都稀罕 也是一种贪念 那留下的东西呢 不能看也没有用的 我们常常就会说 可能下次有用 下次有用 收起来收了就忘记掉了 对不对 所以 现在的这个 社会上 商场上的引诱力也是很大 那所以有时候就是 宁愿去逛公园啊 逛海边也少去 逛这个市场哦 那而且现在交通也很方便 如果你真的 少有的东西 如果你缺少东西 就很快能够买 尤其是有一些年长的 这个 男性哦 很喜欢收一些旧东西 是为了 孤寒啊 还有就是 留恋啊 为什么呢 我就看到一些的老人家 把以前的那个 铁钉啊 生锈了啊 还在收哦 那现在新的铁钉 都是那种 不锈钢哦 为什么还要吸收那些 被生锈的东西 甚至有些都已经过时了 对不对 可能对他来说 是有一些纪念性的吧 难怪我没说 忘记背后 向前面的标杆直跑 那我自己本身的方式呢 就是一直想到说 这些东西都不能带去天堂了 对 而且不要在我们上天堂之后呢 留了很多麻烦给我们的孩子 一面丢啊 一面在抱怨我们啊 对不对 是的 要自己清理干净 保持整洁 那是非常好的 也是为下一代着想 还有哪些方面要注意吗 我接触很多老人家 我们常常看老人家 也受社会的影响 也受 也看到身边的人 然后他们常常会讲一句话 就是 现在儿女靠不住 不要靠儿女啦 自己最好要有钱 OK 那你这样想要靠儿女 是什么原因 我不是说儿女不可靠 而是你常常这样说 你的儿女也听到了 对吗 其实好像是在教导他们说 你们不可靠 对不对 一方面也很伤了他们的心 其实我自己本身的观念里呢 我为什么一定要靠儿女 我自己是不是因为寂寞 所以我们需要儿女陪伴 我觉得 联想者要 锻炼好自己的身心灵 自己的这辆车 即使是很寂寞 独守 长夜 你也要勇敢向前走 我们自己活得好 年轻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些的储席 广交我们的朋友 除夕我们友情 我们的生活充实满满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不乱花节俭 除了给儿女学费 和生活之外 我们如果自己经营这个钱财的好 我们为什么要一定要去靠儿女呢 对不对 你的脑袋想要靠儿女 是不是你年轻的时候 你是活得一塌糊涂的 就是没有为自己的老年做好规划 做好预备 今天非常谢谢 专业心理治疗师 翱翔辅导服务中心的主席 袁凤珠老师 跟我们谈 怎么做个睿智的年长者 我是罗靖芳 我是袁凤珠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再见了 本节目由环球传播制作 我们的网址是 汉语拼音 环球传播.org 盼望您将节目转发出去 祝福更多家人朋友